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兰花 之前跟大家发布过一些作品 就是如何给兰花养护 能让它促进快速的花芽分化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兰花极六 兰花的极六有两大类 有初极六还有软极六 那么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兰花极六里面的一种成分 那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这种木炭 这种木炭它是由树木燃烧而成的 它不容易水 而且很轻 也有很好的湿水性 还有防腐性 它的结构疏松 有很好的沥水性 它自身有非常多的气孔 所以透气性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个树木经过燃烧之后 它也能取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碳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碳酸钙 兰花生长不可缺少的一些微量元素 但是我们给兰花配植六的时候 也不可以参与的太多 只能是5%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用机前一定要经过处理之后 再使用 因为它被火燃烧过 它里面所含的火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要用桃米水给它浸泡过才可以使用 这样的话就会去掉一些火性 在土耀里面就不会危害到这个兰花极株了 木炭虽然好 但是我们想要养好兰花 还是靠养分才能让它生长得好 还有就是让它快速的开花 在这个花芽分化期当然也少不了磷甲肥 如果磷甲肥少了 让这个兰花花芽分化也是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那么只要我们给它充足的磷甲肥 它就会快速的助进花芽分化 比如像这个磷酸阿青角 我们每隔10天给它使用一次浇灌或者是喷洒 最好就是在傍晚的时候给它喷洒 这样的话才有利于它吸收 能让它养分充足 这个炉头继续养分兜了 才会让它二芽分化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兰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